那么相关题我们再来请教郑老师 您觉得我们这种无人装备的亮相 对于未来这种台湾的台海的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是否让美国想要把台湾变成焦土这么一个谋划 给让它彻底的破功了呢 美国把台湾变成焦土 或者用台湾来消耗中国大陆 这是美国的已经不能成为它的保密计划了 这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对吧 因为它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想依靠这种无人机 包括这个地狱警官去实现这样的目标 包括尤其在相战 包括其他一些所乱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巨大的问号 把台湾变成焦土 美国的第一个障碍 或者民进党第一个障碍是什么 是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愿不愿意当它的焦土 对不对 当你美国的这个炮灰 如果台湾人民不答应 那它就会用它的选票 那会用它的社会运动去反抗 就像这一次台湾大量的年轻人 他不投民党票 这不就是一种反抗吗 对不对 谁愿意把它当炮灰啊 谁愿意把台湾变焦土 大陆当然也不愿意把台湾变焦土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是特朗普上台了 特朗普那个思维方式和这个拜登又有区别 他要卖钱 那么如果说这个拜登政府 那个时候的治下对台局做 他有个特点 他不鼓励他卖大串去装备 不鼓励台湾买大型舰艇 作战飞机啊 这个坦克呀 M109啊 对吧 这种那个装甲这种重型的这个部队用的 这样一种装备 让你买这些游戏 巷战 巷战 那或者是以路至海的这种装备 比如说啊 雕枪 那个毒刺啊 还有这个鱼叉 按键导弹 等等等等啊 但特朗普可不这么想 特朗普和他背后的军工力集团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利润 要的可不是你台湾打赢 对吧 如果焦土对他有利 他就要你焦土 如果是地域警官的他有利 他就要你地域警官 所以说我注意到这一处啊 这个赖清德所提的 我认为啊 这150亿力对台军售的这个军部 对美军部的这个所谓消息 应该不是啊 这个记者们捕风捉影 应该是来自台湾当局 甚至有可能是美国军工力集团 那么捆绑在一起 故意放了风 因为他的手法和以前的放风的手法是一样的 通过英国媒体对吧 但这个内容有意思 全都是大型装备 全都是这个拜登政府对台湾要求以外的装备 是压制台湾方面要求的装备 有意思吧 是不是啊 实际上呢 这个说明赖清德当局也在摸 赖清德来着摸这个特朗普 还有他背后的军中利益集团呢 脉搏 他实际上是求那个这个要交保护费 要搞投兵状啊 是在这里 那么这就需要 这就涉及到他们的战略设计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大陆啊 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看让你有没有机会去把台湾那变成这样一个消耗中国大陆啊 让你打个三年五年最后把大陆消化下去这样一个场景来出现 那么当你提出这样一种地域景观也好 大陆方面他会想啊 我猜啊 地域景观是真的是假的 是不是一个战略陷阱 是不是像1983年拿那个星球大战计划一样引诱前苏联导这个 这个突防啊导弹突防系统去突破他的导弹防御网 最后呢让他更大的投入去消耗他的经济 因为那时候苏联的脆弱之处是经济 有没有这种 通过地域景观这样一种概念 来把大陆把解放军的这个建设方向给你带偏跑偏是吧 因为解放军不可能去围绕这无人机反无人机去作战 那么我们看看如果一个军队围绕着这个人来战场来作战的话 那俄乌冲突这个巴以冲突他也不是无人机决胜的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即便这个地域景观这个真的 他们真的要搞地域景观 这个势直起来也是有相当困难的 我以前这个说过 你这个地域景观需要多少架无人机呀 需要多少走这个水面的这个无人艇啊 水下的无人艇啊 多大呀 这个储存在什么地方啊谁来生产呀 打仗的时候这个无人机是从哪里飞呀 是从台湾飞还是从韩国飞从日本飞啊 从美国本土飞那想想那只有这种全球英这种高昂贵的无人机才有可能 那从美国本土从下部一飞过来 那个组成无人景观那把美国全部的GDP加台湾GDP弄进来啊都填不满在台湾海峡 对吧 所以说呢你仔细想一想 他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 那么这一次即便啊我们再退一步讲 地域景观他所设想的那种无人的这个景观组成了 那么你看看解放你看看这个珠海航展 和解放军的陆海空天电部队 还有工业部门的 这是新的和过去的改造的这些 反无人机装备反无人艇装备 那么反水下 无人这个平台装备注意到没有 现在解放军的这个 大这个大陆的无人机 已经可以具备反潜的能力了 而且这个反潜不是比反潜 过去有一些 也有这个无人机携带雨雷 那么进行反潜但是他靠舰艇来配合 那么这个是无人机整个自主的反潜 这只是手段之一啊还有一路 这个治水下我想在陆地去 去部署一个 反制潜艇的他更多的恐怕是对付的 是无人潜艇对吧 等等的 我想如果你认为地域景观这个东西啊靠得住的话 你就到珠海航展去看一下 一样一样看一下 解放军 从这个空中目标 水面目标 水下目标 这种像无人平台这种大部分作为 所谓低慢小隐身啊 这样的目标 他的探测手段怎么样 他的目标传输手段怎么样 他的打击毁伤手段怎么样 他的他的这个毁伤评估手段 怎么样啊 等等等等 他这样的体系 我想呢 任何的地域景观 他有一个 根本组不成 组成了以后 根本不能发挥作用 那这样一种激烈对抗是绝对达不到他们所构想者的目的 实际上我一直怀疑 我一直 有一种看法 认为他们过高的 他 宣传这个地域景观 实际上是想把解放军 带偏了走 那么解放军呢 只要坚定的 按照那么既定的 这样一种战略 那么 当无人平台出现以后 那么我当然要反制无人平台 但是我不见得把我的力量 全部投入到这个方面 对吧 那么如果投入到这个方面 他的 那个 F35 就会飞过来 那怎么能行呢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么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那么这个计划本来就是 可行性 是要打疑问的 是要征得台湾人民同意的 是要征得台湾年轻人同意的 是要征得台湾年轻人家长同意的 他们能同意吗 解放军来说 我认为都是 中国人 我们也不愿意 我想任何一个 大陆方面的任何人也不愿意把台湾变成焦土 变成焦土那上面的人哪里去了 那不就成灰了吗 是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大家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双方呢 不要被美国人 这样让我们 同归于尽 两败一杀 俱伤 这样一些 所谓构想 带偏 我想这就是两岸 这个信默大焰 对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